我把我们今天学习的维祖舞的这个小窍门分享给大家 首先大家要分清楚我们移颈的时候 哪一个地方在动 哪一块肌肉在动 首先大家先找到耳朵后侧后颈这一块 脖子这一块的肌肉 长条形的啊 两边的这个肌肉 不是在前侧 是在靠后侧这一块 对了 这两块肌肉就是我们在做移颈的时候 主要发力的那个地方啊 不要刻意的去用脸去转动 当你的脸在转动的时候 你的这个后颈两块是没有在动的 然后呢 把五指并拢 五个指头并拢 把你的手指尖这一块 搭在我们这个后颈这一块 然后把你的手 胳膊肘可以稍微的轻轻的压下来啊 贴着自己的后颈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让你的鼻尖找到正前方 不要上下左右乱动 就看着正前方 然后用你的颈部右边后侧去推你的右手 去往右边推 往右边推 往右边推 对了 然后你看我左手这边就空了 不要刻意的把左手打开 就停在这 然后呢 以颈到左边 往左边贴住 好的 再来一次 右边 左边 右边 左边 好 在这个掌握之后 我们的手可以轻轻分开一点点 还是放在你的脖子两侧 然后用你的脖子贴住我的手指 然后再贴住手指 记住刚开始对于零基础的同学来说呢 首先先不要把手放在你的脸颊两侧 这样子你做的时候很容易 用你的脸去找手指尖的时候 转动了你的面部 注意了 鼻尖永远冲正前 然后靠你的两侧去发力 OK 在这个掌握了之后呢 当你的手移开 也可以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我们慢慢的把手搭起来 在这 用你的脸颊去靠近中指 右边点中指 左边点中指 右边点中指 左边点中指 这样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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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